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我們今天看看乙木 乙木的人 這就是一個乙木 日主就是乙木 那乙木的人他有一個特質 他是屬於柔網之木 所以乙木的人生存能力非常非常強 他不像甲木 甲木會長的堅挺 剛硬 甲木不容易屈服 甲木不容易低頭 但是乙木就好像長 藤蔓 你這裡一壓 他從這裡長出來 這裡一壓 他從那裡長出來 所以乙木的人不能當老闆 他一定要依附 所以你可以看到例如上很多人 應酬圍臥 結帳籤 諸葛孔明 算一個 你不能獨立當王 司馬儀 司馬師 司馬延一樣 觀雲場 張飛都一樣 你不是當一個領導 一個領袖的人物 但是一方之諸侯 地方一個諸侯 一個主事者可以 好像總統跟市長一樣 有的人他只適合當市長 你格起沒有到總統 就是這個講這種理論 一個是你會管人老 一個國家管你是不一樣的 不是放大而已 因為當一個總統 當一個假木的人 要夠大 大樹底下很多人會在那裡撐起來 乙木不可以 乙木他是考慮到自己 他會依為前進 他會達到他的目標 他只要看到那個目標 他會擺出任何的所有的機會 然後達到他的目標 不一樣的操作系統 那像這一位 女私主 什麼都好 收選也很好 很會利用機會 也會賺很多錢 但是問題就是他感情上 會比較複雜一點 而且這樣的女生最好最好 結婚以後 不要跟婆婆住在一起 千萬不要住在一起 然後他成年以後 也不要跟媽媽住得太近 其實換個角度 如果說你真的很有出息 到國外去發展發達 一樣 透過事情跟媽媽在一起就好 不要住在一起 因為他的命格 有一點存在他媽媽的命 兩情肉久遠不再遭遭命 有時候離開海女 反而對他是很好 他才很多 才會升官 跟他在一起的男生 失業都會得到很大的發展 那我們今天只要看他的日子 以目就是講衣服 修學能力非常強 但是他不能獨當裡面 最高最高就是幕後老闆 最好的工作就是幕員 你也可以當做金主 出一盒 你不要出人 因為你是以目太脆弱了 以目不能碰上金 碰上金 以目會死掉 你不是假木 假木可以 假木跟以目要一起看 假木是大 假木如果沒有金來雕刻 沒有金來砍伐 他會萬七八糟長得不好 有金來砍伐 他斧頭來砍伐 他斧月來斗他的話 他會長得比較有工具 那以目不行 以目太脆弱了 刀子一出來 金一出來 他斧款 所以以目最機會什麼 關跟煞 假木需要關煞 插在這裡 注意一下 插在這裡 好我們今天包子就講到這裡 拜拜